哈喽大家好,我是小猪 今天给大家分享我的厨具 咱们先从刀具开始说吧 这是一把日式三德刀 也是我视频中用的最多的刀具 之所以叫三德是因为它的权能性非常好 刀的后面部分比较平坦 可以使用中式菜刀的切菜方式 切丝和切片的话都还是比较好用的 传统三德刀前端幅度并不是特别大 但为了迎合西方人的使用习惯 它的幅度开始慢慢变大 这就可以让它像西式厨刀那样 采用拉切和压切的一些切菜手法 不同的刀具材质也不同 像这一把是合金钢的材质 硬度比较高,刀刃更耐用 但打磨起来的话也会更困难一些 这是一把比较锋利的小刀 它的刀身比较薄 我一般用来切蛋糕或是水果的话会特别好用 这个小的水果刀的话 应该每家都有一把 这个就没什么好说了 如果喜欢吃面包可以准备一把锯齿刀 这样面包切出来的横切面会更好看一些 刀具的养负的话 你就记得使用完把它擦干就好了 这样可以防止刀具生锈 刀具的收纳我是使用的磁铁刀架 优点是不占空间 使用起来也比较方便 但注意不要挂的太高 这样比较危险 一般来说与你的胸腔平行就是一个比较好的高度 无论哪种刀具都是需要你时常去打磨的 我比较推荐用磨刀棒 切菜的时候蹭两下就可以很快的达到一个较好的锋利度 具体的使用方式就是刀与刀伸成20度夹角 从刀的尾端轻轻的向下滑拉 逆端从刀尖往上滑拉 重复这样的动作 注意不要太用力 轻轻的蹭在上面就可以了 你可能会担心伤到自己的手 其实这里有一个卡住它的地方 所以你不用太担心它会到你的手 如果你还是比较害怕的话 你可以用这样的方式 就是两边都往外拉 这样就比较安全 效果的话也是差不多的 当你熟练过后的话 就可以稍微加快一点点速度 这样就可以很快的让刀有一个良好的锋利度 当然以上两种你都不想尝试的话 你还可以用这样的方式 就是在砧板上垫一块毛巾 像滑火柴那样往后拉 刀身要始终保持20度的夹角 这样就非常安全的吧 女生的话也是可以操作的 但如果你的刀子已经很顿了 这个时候你就需要用到磨刀石了 我准备了三种木树的磨刀石 当然如果你想打磨的更精细 你可以穿插一些2000或是8000 来做一个更精细的锅度 但日常使用的话这样就足够了 接下来说一下锅具 这是一口中华炒锅 大概用了快5年了吧 还是非常好用的 很多人问我我的锅为什么不沾 那是因为我每次都有去养护它 其实很简单 每次使用完把水擦干 抹上一层油 当达到合适温度的时候 它就有一个不沾的效果 这是一口铸铁锅 大概也用了5年多了 可以看到表面已经被我烧的坑坑洼洼的 但还是非常的好用 但就是有一点点重 都可以当雅琳使用了 对于女生的话就不是特别友好 但它的蓄热能力真的非常的好 你在家里不需要开很大的火 就可以把菜炒得很香 它的保养方式和炒锅差不多 也是每次使用完把水擦干 抹上油 保养好的铸铁锅真的是非常好用的 它真的是一个天然的不沾锅 接下来是不锈干锅 不锈干锅用来做酱汁做汤之类的东西 颜色会更鲜亮一些 注意要买深一点的 这样的话就可以炒菜也可以做汤 一锅多用比较方便 接下来是雪瓶锅 它是我利用率非常高的一款锅了 用它来给蔬菜焯水或是煮面条 冬天的时候煮一个小火锅 都是非常棒的 而且你直接就可以把它端上桌 这样的话也可以勺洗几个碗 真的非常的方便 日常使用的话 你只需要准备这两个锅就够了 最多再加一个平底锅 就能满足你日常的需求了 然后是砂锅 砂锅我在冬天的时候用的特别的多 因为冬天比较冷嘛 所以食物装在里面 它不会凉的特别快 这口锅的话适合两个人的尺寸 像这口锅的话 就适合一个人的尺寸 我之前用它做了千层白菜锅 萝卜完整包 冬天里你听着这种 咕咚咕咚的声音 真的会特别的治愈 你整个人都会感觉特别的温暖 然后这个砂锅我主要是用来煮饭的 大小的话刚刚好够一个人吃 它是一个双盖的设计 可以防止煮饭的时候一锅 这个锅是我从两元店买的 好像七八块钱一个吧 当时看着这种传统的砂锅 还蛮复古的 所以我就把它给买回来了 上次我还用了它做了那个砂锅饭 最后就是一些比较大的锅 我平时一个人用的也比较少 像这一个是糖尺锅 吸引我的地方也就是它的颜值吧 其他真的没有什么特别的优点 只能用来做汤或是煮面 这个和之前那个铸铁锅一样 只不过它要深一点 它的功能性就更全了 既可以做炖菜 也可以做炒菜做汤之类的 当然它也是非常的重 这种锅的话是铸铁锅的基础上 加了一层法郎涂层 看起来会更美观一些 像家里如果有朋友来的话 就可以用这种锅 直接端上桌拍照什么的 都非常的好看 如果要我推荐的话 我还是推荐这种传统的铸铁锅 做菜更好吃 并且非常的耐用 可以用很多很多年 另外要准备这种托盘 主要是用于备菜 清洗起来的话也比较方便 尽量选择这种浅一点的 旁边带有一定幅度的 这样你可以很轻松的 把菜放到锅里 切菜砧板要选择软硬适中的木材 因为太软的木材的话 刀痕会比较明显 而且还会起木屑 太硬的话 切菜的手感不好 还很伤刀 像我这块的话 是银杏砧板 在我视频当中出现的最多 切菜的手感舒适 声音清脆 而且它还有一个特别好的优点 你一段时间不使用它 它还可以自动的愈合刀痕 所以不仔细看 你是看不到有什么刀痕的 不过这种木质砧板 也是需要你去细形保养的 不然它很容易开裂和发霉 像这种砧板 它就是比较硬的砧板 通常它只适合用来切水果 或是拍拍照什么的 如果你经常用它来切菜 刀会炖的特别快 而且你的手会很累 最后是我的料理机 这是一台食物处理器 我主要是用它来做 阴嘴豆泥 还有一些坚果酱 或是做一些甜品的饼底 可以用得上 我之前也买了几个便宜的 但都被我给打坏了 所以还是买了一个比较好一点的 这是一台破壁机 我大概也是用了有5年多了吧 我主要是用它来打蔬果锡 它可以把食材打得特别的细腻 这台机子的话 我主要是用来打豆浆喝的 因为它可以把豆子打得很细 就不需要过滤 就直接倒出来可以喝了 就比较方便 好了 这就是今天我的所有的厨具分享了 如果你觉得还不错的话 记得给我点赞点关注 有什么问题的话 可以在下方留言 谢谢大家